李巴嫩內政部長穆罕默德的府邸外 大批民眾聚集高聲抗議 他們氣憤難耐 甚至把棺材道具都抬了過來 2020年8月4號 貝魯特港口發生大爆炸 造成214人死亡 至少6500人受傷 引發這場爆炸的原兇是 2014年起就堆放在港口倉庫 2750噸的硝酸胺肥料 但這一年來 黎巴嫩政府多次拒絕國際調查 國內的調查工作也牛不進行 甚至揪不出幕後黑手 引發各界炮轟 4號爆炸屆滿一周年 部分民眾走上街頭 朝警方丟職石塊 警方強力鎮壓 雙方爆發激烈衝突 民眾強烈表達不滿 抗擊政府無能的同時 許多罹難者家屬和倖存者帶著親人的遺照 前往爆炸現場進行悼念 儘管已過了一年 部分罹難者家屬 依然忘不了這場永無夢魂的災難 我們在每個醫院都見到每個醫院 我看見了牠們,牠們看見了牠們 我甚至看見了牠們的牠們 看見了牠們的牠們 希望牠們沒有人會感受到牠們 我希望牠們的牠們在過程中 我記得牠們的牠們 牠們的牠們是個孩子 牠們的牠們 牠們和牠們 牠們的牠們 希望牠們 祝牠們 現在我們所有牠們的牠們 牠們的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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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牠們 精神科醫生說 這場爆炸讓許多民眾 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在黎巴嫩 刺殺和炸彈襲擊都不會受到懲罰 因此政府官員 國會以及安全機關 目前都以憲法中所謂的免責條款 來迴避質問 但代表數百名爆炸 受害者的律師拉好德表示 目前調查人員已查出 是誰把這些硝酸胺送到貝魯特 以及是誰決定把貨存在港口邊 裝設綜合報導 不可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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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欠